那如果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地方 如果不是这里是吧 如果不是这样熬一个脚下去 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个配金就不会这样配的是吧 不会这样配 我们如果是整个方形的话 那我们配金的话一般是 这样配 我们可以配一下 所以我们只是切了个角色才这样配 我们看一下我们一个35是吧 好 我们一般一般 这个地方一般是两根柱的话 一般是四根是吧 四根 好 如果受力大的话 那我中间再加一根是吧 中间再加一根 好 一般两根柱都是四个角一根 但中间受力大的话就加一根嘛 还有我们看一下 我这样哭的话还是哭不稳 是吧 哭不稳 我们这样还要 这样再哭一次 这样再哭一次 也就是说我们八个钢筋的话 我们中间要加个一个 再加一个哭 是吧 再加一个哭 如果四个钢筋的话 那中间就不需要了 如果八个的话就要 或者我们再多的话就更要 是吧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样如果柱子不是缺个口的话 我们配金是这样配 是吧 这样配 也是八个 八个点 好 往后退回之前的 好 我们看一下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为什么是这样配金 是吧 这样配金 我们一般是一个角一个一个点 一个角一个点 这样的话 我们能撑起整个柱子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基础平面 是吧 基础结构平面的话 我们怎么标 好 我们到时候我们再标 我们到时候再标 我们看一下 我们基本上 我们整个 整个 好 我们整个港亭已经画完了 是吧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基本上画完以后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还有配金的话 我们还有一个 我们配一个顶平面 配个顶平面的金 好 那顶平面的配金怎么配 是吧 顶平面配金怎么配 好 我们一般顶平面的话就是 这个面 是吧 这个面 我是这个顶 是吧 这个顶 到这个位置 是吧 整个顶 那这样的话 我们是因为我知道 顶平面一个顶的话是一个凉 这些凉 是吧 跟一个板 上面一个屋面板就是一个板 是吧 结合了 是吧 所以我们顶平面配金的话就 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 负负责过去 负责过去 好 我们把这个负责过去 我们先全部东西换完再标 标注 好 我们看一下 好 好 好 我们对齐 我们把这个顶平面复制过去 是吧 好 进向过来 那我们看一下 然后我们怎么做 然后 把这个也是这个 bass 把这个我们把这个塑作也不 좋 就不错 好 然后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这里的一个结构 是吧 我们的凉 这个是凉 所以他的凉 我们稍微就拿这个两 然后 这个 是 top 紫平面很すごい 就 SEN Touching 你持據上面这种是板 是吧 上面这个是板 這個是板 這個是板真的是把 這個是浪 所以我一定要知道 哪个是板 哪个是凉 所以我们这个凉的话 我看一下 我们这里的话是到这里 是吧 我也是一个勾到线下来 是吧 是对的这里 所以我们的结构 结构是需要这里 需要这里 我们看一下 所以我们这个结构的话 我们看一下 好 我偏个190 这个才是结构层 是吧 这个才是结构层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给一个深一点颜色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凉 我们的凉是 这个跟这个是吧 所以我们的凉 就去到这个位置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凉是 500 500 500宽了一个凉 好 也就是说 我们的凉 是去到这个位置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板 我们的板的话 主要是这个是吧 是这个 好 也就是说 我们看一下 顶平面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柱子 柱子 我们可以把这个柱子 复住过来 是吧 柱子去到这个位置 是吧 好 好 那柱子我们给一个虚线嘛 好 给个虚线 好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柱子 因为柱子我们这个是顶里面 所以柱子的话我要给虚线 好 我看一下我这个是凉是吧 这是凉 那中间这个是板 中间这个是板 那中间这个板我们怎么配金 我这个凉怎么配金 好 一般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凉的话 我们先配中间这个板 是吧 先配中间这个板 中间这个板的配金方式 是吧 板的配金方式是用这两种表示 是吧 好 我们看一下 我经常见到建筑经常会有这些配金 是吧 好 我经常见到会有这种配金 好 这种就有板金的平面的也表示了一个方法 是吧 平面表示方法 这个是下面的 这个是上面的 你说我这个屋面板 是吧 我这个屋面板 是吧 啊 这个楼板是吧 就是上面一层金 下面一层金是吧 那我们就用这种表示 这种符号表示 这符号表示 我一定要知道这个是下面的 就是上面的是吧 好 那我看一下我直接把这个复制过去 这是一层金是吧 一层金 好 我看一下我们的板去到哪里 就要量这里是吧 我们的板去到这个位置 好 这个位置 就是这些就是一个板 是吧 就是一个板 因为它是一个板状的 这是一个凉 所以我要知道板跟凉的一个关系 好 那我们这里的话我们就 拉到这个位置 好 拉到这个位置 好 用这样来表示是吧 好 我复制一个 C 好 90度 好 我看一下 我这样来表示一个板的一个配金是吧 好 好 其实这个配金跟我们的水池是吧 跟我们水池是一样的 跟我们的水井是一样 我们打开水井浪图看一下 其实板的配金是吧 板的配金 这些也是一个板是吧 水池也是一个板 好 这个也是一个板 是吧 所以我们因为我们结构的话 无非就是板凉柱是吧 板凉柱 那板凉跟柱的配金方式其大部分差不多 是吧 我们看一下 好 我们板的话主要是上面一层 是吧 上面一层是双向的 是吧 双向好 我下面一层也是双向的 也是用 发石是吧 发石A150 所以我们这里的话 我们这里也是用发石A150 我看一下我们把它复出来 一样的 或者我用发8也可以 因为我这个地方也不大 比较小 但我用发石的话就稳一点 好 我们给一个发石A150是吧 我们发在这里 这样来表示一个板的一个配金 好 这样来表示 好 那这里的话也是一样 是吧 我们这样就可以把这个板的一个配金表示 这样就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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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这根是吧 上面这根也是相当于往水持一下 这根是吧 这根 好 然后是一个发石A150的是吧 一个排列 然后这根根 然后这根跟这根组合成就是一个是吧 上面的是吧 上面这层 组合成上面这层 双向是吧 双向 我看一下两个方向双向是吧 然后这根跟这根就是说组合成下面这层 是吧 下面这层也是双向 下就组合成一个啊 之前说的这个标的这里是双层双向是吧 双层双向 好 双层双向意思就是说 好 一层是吧 一层两层是吧 两层 然后双向的话就是一个横的一个竖的是吧 好双层双向 你说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板 这个板配出来 好 我们看一下我们 要怎么标注是吧 我们怎么标注 好 我们把这个板配出来以后 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配出来到时候我们再标 好 我们看一下 我还有什么要配金的刷 好 我还有个地凉刷 地凉 地凉的话其实我们量了配金 是吧 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地凉复制出来 好 那地凉的话其实配金也比较简单 我看一下 我们给个 好 给个30 偏一个30 好 好 我们把这个复制过去 我们把这个复制过去 那我们地凉的话我们也是一样 凉的配金跟柱的配金其实差不多 是吧 我们也是一样 但我们看一下我这里比较长 中间再加一个 这再加一个 这样的话我们地凉的配金就这样 比较简单一点 好 那我看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大概用多大的一个钢筋 是吧 我们到时候再标 我们先把它配出来 到时候再标 还有你你也可以像这里一样画一个这样一个头 是吧 一样的 这样画一个是吧 然后这样画一个的话就 好看一点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这里的话 我还要把这个梁 上面这个梁跟这个柱是吧 这个柱配出来 然后看一下我们这里的话我们要把它沿下一点 好这样的话就这里的话就填到沙浆就行了 是吧 我们要保持这个没有那么多凹凸的一个感觉 所以我一定要知道梁跟柱跟板一个配金的一个方式是怎么表达的是吧 那我们这些也是一样 所以我原林配金的话就没有那么复杂是吧 没有结构那么复杂 没有建筑结构那么复杂 所以我们还是挺简单的 所以我们的话 呃有些公司的话就不需要结构设计师是吧 然后自己来配就行了 好我看一下我们把这个板跟这个这个梁跟这个板的一个结构拉出来 是吧 我们把这个拉出来 好 这个又删了 好我们把这里从这里切断吧 从这里切断是吧 我再给一个一笔十吧 好那我怎么配呢是吧 我怎么配 我知道我们版的话都是双层双向是吧双层双向 也说是这个发实的一个双层双向 那我这里配的话我一般是偏一个偏个二十五看一下 好有点窄我偏个二十吧 好那这样的话我看一下我们量我这个量我先把它合并一下好我们偏一个三十看一下 然后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这里怎么配是吧怎么配 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量的话我们一般是几个点是吧我看一下 好几个角几个角我先把角放一个钢筋是吧 我现在脚上放一个钢筋 好脚上放一个钢筋是吧 我看一下我们再拉一个 再拉一个150 好我看一下我这个脚也要有一个钢筋是吧 我现在脚上放一个钢筋好我看一下我这里的话大概是 这里这里有130那这里的话大概有一个80是吧 那我这个脚我看一下我先这个脚也放一个干净是吧对吧 好那这样的话我们看一下 你说我们这两个的话先不这样放 我先好这个垂直过来这个垂直过来 你先说我这里放一个是吧这里放一个 好这个垂直过来这里放一个是吧 看着可能比较虚幻点但我们慢慢慢慢一步步的话就可以把这个配件配好是吧 好那我们这里我们看一下我这里的话肯定也会有一个是吧 有一个好那我们这里的话就不需要好还有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地方比较宽 是吧比较宽 所以我们中间的话这里还有一个 好而且我们知道我们这里的话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地方的话是受力面刷受力面也说我们这个装是压着的刷所以这个就 我们就要多点多点好那我们这里的话要有三根刷三根好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地方大概有多宽有250是吧所以我们这里的话我们也给一根吧 好我们这里也给一根是吧好我们看一下那然后我就不这个版了是吧这个版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版的话我们是 这个版本是150一根是吧150好三百四百五好我这样步上去好我们拉过来一点这边不要不要窄这没什么空间好看这个当今我画的还是比较大一点 空间不足是吧 空间不足是吧 我们把它拉过来一点好拉过来一点那往这边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它进向过来这边是吧 好我们看一下 我把这样 你把这个干锣条小吧有点大有点大 我给个 freestyle 看一下18块alta 这个小一点 我用这个点 这样的话就不会说太大 好 我们看一下 那我们这样的话 好 我这样的话 我这个这个线跟这个线怎么接 是吧 怎么接 我看一下我要怎么接这个地方 好 我先看一下这里 这里的话 我们这根干净是一个板的干净刷 那这根是一个凉的干净刷 那我们这里不可能说 直接这样接就行了 不然直接这样接 我们这里 这根还要拉长过来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还要拉长过来 勾住这个 勾住这个 好 我们把它 这个延伸过来 好 我们给个20 好 我们圆个圈 圆个钩 刷 圆个钩 好 也说我们这个是拉长过来 勾住这根刷 勾住这个这样的才稳 刷 这样接的才稳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里 我们这里的话 我们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拉过来勾住这根是吧 好 我们把这个 好像感觉还是有点大了 这个 这个有点大了 我们再小一点 给个15 看一下 好 再小一点 这样的话 我们就 先把这个移过来一点 好 我们这里画一根 我们看一下 我们偏一个 18 好 我等我们再移一下 好 好 我这个是勾住这根刷 勾住这根 好 我们偏个15 18 看一下 好 从这里 把它剪了 刷 好 沿个脚 沿个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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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方法 我们用F5 F5 沿个零度就行了 沿个零度就行 好 你说我们这个 这个板跟这个梁 这些钢筋怎么连接 是吧 我们一定要这个板的钢筋 顺下来勾住这个 这个梁的钢筋 拉上去勾住这个 所以我一定要这样做 是吧 这样的话 我们就稳这两个地方就稳 是吧 因为我们这个板的钢 拉到下来这里 好 我们看一下我这里怎么接 这里怎么接 好 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然后先把这个打上 是吧 我们拉到这边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也是一样 好 因为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是梁刷 这个是梁 我们这个梁的话 大概是这样 这么多一个钢筋 刷这么多一个干净 然后上面的话 这这块就是一个板 刷一个板 这块是一个梁好 这块是突出来的梁突出来的 我们看一下 我这个不要 我这个不要 好 我这里的话 我这里 我看一下 我这里大概是 好 我画直线 我这里沿越勾 好 沿越勾 好 我勾住这根刷 勾住这根 我看一下 把这个拉过来一点 好 这个勾的话 我们拉下来一点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样 我看一下 这里拉出来一根 是吧 拉出来一根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地方 我这个这个板 跟这个怎么接 是吧 跟这个怎么接 好 我们看一下 往这里的话 好 我们这个板 需要这根 这根也是 是吧 这也是 好 我需要这里的话 我看一下 我这里拉下来 拉下来 好 拉下来 现在的话 往这里画一个勾 我勾住 我勾住这根 勾住这里刷 好 我看一下 往这根 可以不要 这根 这根 这根其实是去到这个位置 好 这个也是一个板金 是吧 也是一个板金 好 那这个的话 就是一个梁了 刷 一个梁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里的话 我先把这个梁 这个梁的佩金 先把它拉过来一点 拉到这个位置吧 拉到中间 刷了中间 好 你说往这个梁 好 这里 4点 是吧 好 6点 好 我这两个勾 刚好就勾住这个 梁了一个金 是吧 我这两个勾 勾住一个梁了一个金 好 好 那这里的话 我们看一下 这个拉过来勾住这个 是吧 也说我们这个板金 一定要勾住这个梁的一个金 是吧 也勾住这个梁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里的话 我们 因为我们这个梁了枯金 是吧 我们这个梁了枯金 这样的枯金 从哪里开始枯 是吧 从哪里开始枯 我们要知道 好 往这里再圆一个头就很明显了 是吧 我们再画一个头 好 这样就很明显了 是吧 也说我们的枯金 是从这边 枯过来 是吧 这边枯过来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这个结构是怎么配 这里可能就看着有点复杂 是吧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里还能不能再过来一根 你这个这个突出来的地方 我们也要两根 算也要两根 我看一下 我们这里的话 我们 好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里的话 这个头去到这里 是吧 我们枯的话 枯到这里 好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这个枯金的话 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 我们把这个复制下来 好 我往这个地方拉上去一点 好 这个复制下来 是吧 这是多出来的东西 是吧 这是多出来的 然后我这个枯金的话是 这样过来 我往这里画一个就比较明显了是吧 我画一个 我画一个 画一个 勾 好 这样就比较明显了是吧 好 我们的枯金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枯金 这里也画一个勾吧 好 这样的话就比较明显 是吧 我们的枯金是 这 这个枯 是吧 好 这个枯 把这个四个梁 把这个梁的六根金 枯起来 是吧 枯起来 那这个梁 然后这里凸出来的地方 我们补两个 是吧 补两个 也说用这个金是吧 用这根 这根金 是吧 把这个固定起来 然后凸出来 是吧 补几个 然后我看一下我这个梁的话 我梁 我要知道 我所有梁都是一个枯 是吧 一个枯 是闭合的 是吧 也说 我所有梁就是把它的点 全部枯在一起 所有枯在一起 所以我看一下我这里 全部把它枯在一起 好 是吧 我可以把这个拉上点 好 也说我们保证梁 梁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枯 是吧 把它枯在一起 好 把这个梁的一个六根金枯在一起 然后我们板的板的金是勾到这个梁这里 勾到这个梁这里 这样的话 我们梁跟板的结合就比较稳 刷 我看一下 或者我们这样也行 这样也行 我们把这个板的金刷 直接勾过来 再兜过去刷 这样你凸出来也行 刷也行 好 也行 或者我们这根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根勾到这里 好 我们不勾到这里 我们勾到这里也行 是吧 我们勾到这里也行 是吧 勾到这根也行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里 好 我们这里 这个不要 也说我们这个是平行的 好 我这样勾过来 这样勾过来吧 这样勾过来 也行 是吧 都可以 是吧 好 所以我们这个配金的话 说难也不难 说简单 可能也要深入的去理解 好 这样吧 这样吧 勾住这根 是吧 勾住这根 这样子就稳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里 大概是有多长 好 250 或者我们可以 8根 是吧 8根 我们这个梁 用8根吧 稳一点 好 这样的话 就稳一点 是吧 我们这个梁 就比较稳 还有 或者 我们可以 这根不要 是吧 那这样也行 是吧 好 我这个还是要 我们这样还是要 好 我们这个梁的话 就 这个梁跟柱的一个交接的地方 我们就这样接 是吧 就这样接 所以我们一定要深入了解这个梁跟柱怎么去接 怎么去接 好 我们看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配金 基本上 基础配金 是吧 然后 顶板的一个平面 是吧 顶平面的一个平面配金 是吧 我们看一下平面平面配金 这是平面 好 这也是平面配金 然后这个是柱子也平面配金 是吧 那剩下的就是这几个 我们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 我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这个过凉 是吧 这个过凉 那这个过凉的话就比较简单 这主要是把这个砖顶上去而已 其实这个过凉的一个作用 好 那我这里 要简单 是吧 这个过凉的话 我们也不需要用那么多钢筋 我看一下 我们 中间画一个 好 我们圆一个 好 我们圆一个 我们单层就行 我们不需要说这么多层 因为我这个凉的受力作用不是很大 是吧 三层 我们看一下这中间有多宽 好 大概是两条就够了 两条 好 这样就够了 这个凉的话 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 因为我这个受力不大的话 我们这样就可以了 好 我们看下我们的配金 配金的话 结构配金的话 主要是这些是吧 主要涉及的是这些 好 我们看一下板 板的背金 是吧 板的背金 你要量是吧 量的配金是这个量 还有这个量 这个就是地量 这两个是一样的 是吧 主要是这个是平面 这个是剖面 好 板 量 柱 是吧 这是柱 柱的平面 跟柱的一个剖面 还有 板跟梁的一个交接的一个方式 是吧 板跟梁交接方式 这个也是过梁 这个比较短的一个 所以我们配金主要是板梁跟 板梁柱 是吧 板梁柱 好 也说我们板梁 柱配好以后 我这个配金就OK了 是吧 说完基础的话 我们基础结构 我们这个停止的一个结构 是吧 我只要圆林的结构 基本是板梁柱 板梁柱 这样的话 我们就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 所以我们这个配金也不是太难 是吧 我们掌握好的话 是吧 熟悉了 那就比较简单